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市基金的李浩德,在旁邊是蕭穎青師生 施老闆你好 你好 施老闆,這星期港股正在整固,跌了幾天 不過都守著26,000多 不過我們的觀眾不是看得那麼淡 知不知道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今日大家看報紙,都見到施生,你對著很多傳媒朋友說 你覺得今年港股不應該看得太淡 至少看看28,000以上學年底 我們的觀眾朋友都很想了解,究竟施生,為甚麼看得那麼好? 外面全朝街都看得比較悲觀一點 人家悲觀的時候,我爬一下液水 這個世界,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當然除了說會極必反之外 我也看到客觀形勢,其中一些主要因素 第一個就是 我認為中國對香港能夠發揮的功能,還是很珍惜 香港還有很有價值? 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 內地其他城市,是不容易做得到的 內地其他城市,可能GDP高於我們 生產力高於我們 但未必有香港的特殊環境 譬如外匯流通,訊息流通 你已經積聚在金融界的地位 學生的信印 有一個普通法的環境 這些都不是內地其他城市說要做出來的 如果這件事是重要的話 內地未必會行一些很激烈的手段 來處理香港問題 它仍然要保住香港這種功能 這就是我認為對香港有利的因素 如果它要保住香港功能 它在股市、樓市都會撐住客戶 有些祝福 另一方面,有些人又擔心 中國想做而已 中美磨擦越來越嚴重 香港都擺放了上台 你不想搞我香港 美國可能未必再願意益你 我自己看,中美磨擦 現在不是三、兩天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不能打速決戰 都打了十多個月 貿易都交了十多個月 將來,我相信這是一個持久戰 如果持久戰,都是分階段進行 而金融方面 其實香港扮演的角色 剛才說,大陸難以取代 即使在西方來說 譬如紐約時區和倫敦時區中間有一大部分 都要香港去扮演 不是說搞就搞,法蘭克福要搞,巴黎要搞 都未必取代到倫敦 因為普通法的環境 都不是建造出來就建造出來 所以,我相信香港的角色依然重要 另外,美國對金融很重視 美國最增值的地方 可能就是華爾街的金融業 芝加哥的企貨市場 整個金融系統 如果沒有金融 就很難再發揮美元 作為國際貨幣的功能 所以,我相信他很緊張他的發鈔紅利 所以,金融市場出現動蕩 即是會禍及他本身 美國亦發債發了不少 他都有一定的泡沫成分 所以,我相信金融戰 是不會那麼快打的 打,這也是他的王牌 是最後結牌才出底 所以,我自己覺得 每一段時間 香港的金融終身地位 還能保得住 現在雖然有些人說 現在好像 說深圳 不會,深圳 我相信大陸都要修正 另外,香港現在 好像說法治會不會受影響 我自己看香港現在 有些政治運動,可能 法治受影響 例如我們做生意 簽合同 合同要賠償 要強制履行 其實法庭 都做得不錯 仍然有一個 相對好的營商環境 所以,市面上的動亂 被放大鏡看的時候 可能很影響 人心忘錄 香港的基本優勢 我覺得仍然存在 所以,之前可能大家 過度恐懼 所以,看得太悲 我認為 再惡劣的情況 應該不會怎麼出現 所以 大部分 本地的股票 香港的 上市公司,不是只本地 很多都是大陸相關 真正本地相關 錢一論跌得多的是 本地的企業 企業、地產、零售、餐飲 我認為,那一則跌跌跌跌了 價錢上高已經反映了 反映多於實際情況 反映多於實際情況 它逐步會更改善 大同的指數 也會更改善 所以,這就是 我們不應該看得太差 27,000 前一輪都見過 現在 27,000 只看沒有進步 所以 我有個同事說,看27,000元,沒有指示性 我可能說錯,但起碼有一個方向清晰 大方向是否見了底領 我認為起碼本地公司見了底領 我見到很多公司的PE,只有五倍、六倍都有,嚴重偏低 大家的信心看得比較淡 所以,不要讓一時情緒影響我們的判斷 所以,在今年第四季,我認為可以提高一試 尤其是本地企業,現在應該是跌倒了 這段時間,大環境可否帶轉變? 中美、減息,都是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減息,現在只是減多減少的問題 歐洲已經負利率 全球有十多萬億,負利率資產 有些歐洲債券,預支是到時收少一點 每100萬元,說明給你98萬元 所以,有現金在手的人 要不就拿來投資,要不就買資產 如果買債券存錢到銀行 被人罰獻重 所以,要拘捕一些錢出來 當然,政府最好是留入實體經濟 不過,事實上,都是留在資本市場 所以,我對股市,覺得不應該在此時,看得太差 中美談判,10月又開波路 我們需要怎樣去部署? 我自己覺得,之前都是談談判 打打銀琴 然後又出事故 我認為,這次起碼他們放聲氣 會簽個臨時協議 純粹在貿易方面 突然,特朗普的牌是全打了 最後那3千億 都已經開始 9月和12月都會 開始收入 沒有另外的3千億加進去 我相信,他都希望這時候 施了這麼多壓力之後 會有些成果出來 所以,我看初步成果的機會比較大 在10月的時間,國內當然是建國國慶 中美談判,可能不應該看得太淡 有些少許機會 與美國關係不會好 但是,短期緩和一下機會是存在的 各位古壇事件的觀眾,要多些留意一下 施生覺得,接下來的形勢發展上高 都應該偏向樂觀一點 我們來看看施生所說 今年年底28000,究竟會否做得到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施生 各位觀眾,想回顧我們的節目 或多點了解施基金 歡迎來到以下網址 我們下集再見